我觉得这15年过得很充实 然后也是没有想过 15年会这样过 因为我以前想说比完赛 我会去也许找个工作 然后就是长辈觉得稳定的工作 然后让他们安心这样 可是没有想到15年 其实是还蛮精彩的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心思很敏锐的人 就是因为我是这么的乐观开朗 然后所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就会显得起伏很大 就是大起大落 在比赛之前就是这样 然后所以我只要旋律一进来 我觉得我就很快可以投射到当下的情绪 就不用还要需要一个前奏去缓和什么 有时候我记得我在比赛有时候我还要稍微控制 怕一下子太多 太嗨或者是太悲伤 因为在台上的东西它应该要是刚刚好 不然有些人会觉得他在干嘛 跟那种感觉 所以那时候主要是你要拿端出什么样的菜色让评审觉得刚好 然后也能够打动就是在收看的人这样 其实我也有不幸福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没有觉得很疗愈的时候 那我还可以用这个头线吗 我还配得上这个梁文英吗这样 就当时的想法 可是后来就觉得其实根本要的也不是这些 你真的呈现你自己 你等于跟他们一起成长 他们要给一个头衔背后可能要花很多努力 选的歌发的专辑穿的衣服做的事 我不想因为我的私人生活或是我面临什么样的事情 而去破坏这件事情这样 是这样想啦 但后来他们就觉得想太多了 人不会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所以对啊 所以现在就是很开心的做自己 我们才有以自己这首歌 为自己打歌 对啊 但那是真的啦 我觉得现在跟歌迷比较没有距离 跟自己的歌也没有隔阂 每次唱的时候就是很踏实很稳 很沉稳的感觉 当我们开始要上通告 开始要减肥的时候 开始出国去参加颁奖典礼 然后看到很多很优秀的艺人的时候 开始就会警觉说 这个工作不仅仅是唱歌 你可能 如果你不是往正面想进去 要说我要减肥 我要怎样怎样 然后我的身材要好 然后又更会表演 你可能要学跳舞 要学肢体 人家穿高跟鞋可以走得那么好 但如果你是把它转换成正面的思考 只是你如果成为那样 你吃的健康 然后你维持好的体态 别人看到你也会觉得 哇 就是是很正面的影响 这样 所以自己要会转换 就是不要每次出去看到 就是让自己觉得很自卑 或是觉得 哇 我用哪里不够好啊 什么不如人这样 我觉得我很满足 就是我到这个年纪 出道15周年 我觉得 其实也不敢想说 原来我可以发到 这么多张专辑 然后 我第一次拍MV的时候 有吓到 就说哇 拍一次MV要这么大群人吗 我觉得 我们装法啊 服装啊 导演啊 然后什么的 就有一群人跟你一起工作 一群人 一起努力的那种感觉 我到现在出 就是出道15年 还是可以享受得到 这种 很爽的感觉 我就已经觉得 哇 很棒 然后 很满足了 这样